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登上目前被非非法侵占的南沙中叶岛 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并向非方提出交涉 近期菲律宾政府内部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言论和举动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包括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诺在内的军方高层 周五乘坐飞空军C130和C295运输机登上南沙中叶岛 40多名记者随团拍摄到访人数比岛上居民还要多 据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的报道 在快要降落的时候 中方至少四次以无线电喊话的方式向非方进行了警告 报道称 非运输机被告知进入了中国领空 应该离开以避免误判 最终双方没有失控 据悉 无线电可能有距离中叶岛约14海里的主币交发出 洛伦扎纳疫情在中叶岛举行了升旗仪式 并已驻军共进午餐 洛伦扎纳表示 非政府将拨出16亿批索约合人民币2.2亿 又以兴建码头 提升岛上飞机跑道 发电厂等设施 此外 据菲律宾商报的报道 洛伦扎纳还向外透露 非总统杜特特原本打算于6月12日 菲律宾独立节当天前往中叶岛 但为了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因此取消了该行程安排 不过 杜特尔特仍希望至少在中叶岛待上一夜 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如果能够成行 通讯部将对外公布 中叶岛位于南海中部 是菲律宾在南海非法侵占的9座岛礁之一 岛上有土壤 有淡水源 也有40名军民以及小量驻军 长期以来 中叶岛与太平岛被称为南海所要 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 由这两座岛屿起飞的战机 可以犹豫整个南海 对于飞方在南海的不友好举动 中国外交部发人陆康周五回应称 希望飞方同中方一道 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局面 以及中非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良好势头 当天晚间 陆康再次表态称 飞方有关人士的这一举动 不符合两国高层达成的妥善处理 南海问题的重要共识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 以就此向飞方提出交涉 此前关于菲律宾政府部分官员 就南海问题发表不当言论 中国外交部已多次表达了关切 虽然飞机兵总统杜特尔特 有所改口 态度有所放低 但是现在这个黄长 紧南公南的登岛 并且还宣称杜特尔特 会在中越岛会过夜 那显然是排除了一个强硬的态度